孩子们拿着自己平日存下领用金的小猪铺满 想用自己小小的心意帮助独居弱势的阿公阿嬷们 我的爱心铺满要捐给一个人的阿公阿嬷 华山基金会长期透过募款募物资的方式 来帮助独居或弱势失能失医失智的长辈 这回来到严谱乡立幼儿园 除了集结全校师生及家长的爱心之外 也希望在与幼童的互动当中 让孩子们体验老化的感受 了解长辈身体经人退化后 造成动作缓慢或行动不变 进而学习关怀长辈敬老尊贤 我觉得小孩子就是从小要有爱心 然后也可以让小孩子有储蓄的概念 然后等着去帮助人家 而后我们也会把类似这样的老化的课程 带入幼儿园的我们的课程活动里面 层门对于老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从小我们就慢慢去做这一块 然后活动课程融入比较多一点 让他们给我一点感受 华山基金会严谱站 平时除了到宅关怀弱势30老人 也请跑校园宣导敬校爱老的观念 此次推广2023年常年服务 即爱老人爱团圆的活动 希望让弱势长辈们能温饱过好年 我们华山基金会在整个屏东县照顾 1320位的独居弱势长辈 那正在帮这些独居弱势长辈筹备 我们2023年爱老人爱团圆的服务经费 因为小朋友他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屏东在地 有很多独居弱势的长辈需要关心 特别把他们自己的爱心铺满 捐出来帮助我们华山基金会的一个服务 然后用自己家人的名义 用爱的祝福然后来帮忙关心这些 弱势独居的老人 华山基金会表示 目前2023常年服务 即爱老人爱团圆活动正式展开 也希望各界慷慨解囊 忍住常年服务经费或捐赠相关物资 一同帮助在地独居弱势长辈 爱老加一 我愿意 记者诗心体验正义采访报道 每个月份的中选择